大的有40多斤 小的也有20多斤 最大的55斤 最大的是84斤 好家伙 这几十上百斤的东西是个啥 饥荒撒粮池的年代里 老一辈人都拿这个来 做一种粮池来煮 我炒着吃 能够度饥荒当粮食 莫非他是地理的庄稼 其实咱们今天的主角就是他 堪称世界之最的水果巨无霸 菠萝蜜 农广天地马上开始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观众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在热带亚热带的水果家族中 木瓜 椰子 山竹 火龙果等水果 大家都是比较熟悉 而菠萝蜜也是其中的一员 他堪称世界之最 是世界上最重的水果 那您知道菠萝蜜到底有多重吗 走吧 咱一起去看一看 在海南 许多人 许多人家的房前屋后 都种着菠萝蜜树 眼前这棵已是近百年的老树 树高已经有一二十米 因为菠萝蜜树是三棵长绿桥木 树冠顶端优势比较强 如果没有打顶矮化 自然长得很高 不利于人工的操作 产量也比较低 而海南大部分都是这样 零星 没有规范化栽培的菠萝蜜树 不过 海南南海农场的厂长李国庆 看到了菠萝蜜产业的潜在价值 他带着农场经过多年来的努力 建成了国内标准化的 万亩菠萝栽培示范基地 想这样大规模规范化的栽培 在国内算是数一数二 当初我们选中的菠萝蜜 主要考虑到 这个菠萝蜜品质比较优良 香味比较独特 在市场上面有独特的优越性 这将它的这个 身价工的产业链比较长 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身价工产品 菠萝蜜的果干 蜜饯 菠萝蜜的饮料 很多的产品都可以延伸出来 现在正在不断地进行研发 菠萝蜜是独具特色 不可多得的水果 许书海农艺师 是南海农场的 菠萝蜜项目组的负责人之一 他研究菠萝蜜多年 不仅在技术管理方面经验丰富 也对菠萝蜜这种水果的特点 了如指掌 他告诉了我们一些 关于菠萝蜜背后显为人知的故事 据国外媒体报道 菠萝蜜是一种有潜力成为 解决饥荒的水果 菠萝蜜的品种很多 海南本地土生的品种 果实都要是圆形或者椭圆形 在8到10千克 由于本地品种各小 果形不整齐 商品性较差 不能形成规模化栽培 近年来 我国引进了马来西亚一号 马来西亚五号 马来西亚六号菠萝蜜 其中在2000年 海南省农科院热带果树研究所 引进的马来西亚一号 因为推广效果好 被海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 命名为穷饮一号菠萝蜜 该品种具有一年四季都可以挂果 产量大 适应性强 风产文产 综合性状表现优良的特点 果实为长椭圆形 单果种为15到25千克 珠产量为70到100千克 一年的亩产量可以达到1000到1200千克 穷饮一号菠萝蜜 主要栽培于海南省 目前在海南的种植面积达9万亩 在云南 广西 广东 福建 台湾等省区都可以推广种植 我们走进栽培这个品种为主的南海农场 这里的波罗密树 树是强健 形态美观 在阳光照耀下 葛制的叶片更显油亮 这一树一叶都尽收眼底 可是却找不到菠萝蜜花 菠萝蜜花究竟长什么样呢 菠萝蜜表面上看就是没有看到花 这个就是典型的死花 个头稍微大 这个果地比较粗壮 颜色比较绿 这个熊花 它这个果地比较小 个头也比较小 相对来说比较暗灰色 原来 菠萝蜜花并不像传统的果实花朵那样 有花蕊和花瓣 而是一个小果子的模样 它们雌雄铜珠 雄花巨长五厘米左右 雌花巨长五到十五厘米 有数不清的小花朵融为一体 隐约能看到表面有一层白黄色的花粉 更有趣的是这些硕大的波罗蜜果 都生长在组织和粗壮的枝条上 或许因为养分需求很大 营养充足的枝条 才是它们生长的好地方 这些果实 从开花至成熟 需要四到五个月 它的外形 有六角形的柳状突起 没有成熟的时候 果皮是棕绿色 成熟时 果皮转为黄绿色 采收之后 又会转变为黄褐色 果肉呈金黄色 可溶性固形物在16%以上 可谓是色较浓 果肉香 品质优 波罗蜜的苗种来源是培养真木 在用品种嫁接繁殖获得的 我们以穷饮一号波罗蜜为例 为大家介绍 波罗蜜栽培的关键措施 利用我们海南的 十性苗种子 采集这个种子之后 我们通过消毒 催崖 种子在擦场 擦石里面 经过七天左右 催崖 在你的营养坡里面 有半年左右的时间 进度达到了一公分左右 就可以开始压接 徐老师说 因为波罗蜜 有一个与其他果树 不一样的特点 一旦被划伤 就会分泌出白色乳胶 一般的嫁接方法 并不适用于波罗蜜 只能使用 削皮压接法 在三到五年树龄 品种纯正 生长健壮的结果树上 采集一年生半木质化 颈粗约一厘米的枝条 作为结碎 在针木皮上 剥取皮层 露出木质层 结碎 只取带有压的针皮层 两者结合在一起 贴合非常紧密 这种方法 成活率在90%以上 牙接25天左右 解开绑带 检查成活情况 牙片成绿色 就表示成活了 随后 在牙接片上方 约5厘米处 剪除针木苗 促进牙片萌发 形成牙接苗 当牙接苗 高度达到25到30厘米 有5到6片老熟的叶片 就可以初步定职了 剑圆定职 幼树的管理 成年接果树的管理 经过果农不断的耕耘 波罗蜜 在定职后的第四年 终于迎来了收获期 在这期间 我们要做好 哪些方面的管理工作 稍事消息 一会儿继续 在海南地区 一年四季都可以定职 最好选择在土层深厚 肥沃疏松 排水良好的地块建源 而且要考虑到 波罗蜜树式的发展 留足兼具 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的定职过程 定职穴长60厘米 宽50厘米 深50厘米 每学师用 有机肥15千克 过磷酸钙1000克 将苗木除去营养袋 放入穴中 定职后 浇足定根水 覆盖稻草 起到饱水饱伤的作用 定职的株距 是6米 杭聚是7米 南海农场的 幼树果园 大部分套种 低矮的作物 因为我们种这个 波罗蜜六成7米 相对来说 间隔比较宽 所以我们必须要 充分利用这个土地资源 我们建筑一些 短期矮化的作物 这样的话 就相互不影响 在两年之后 风驴就可以进入收获 收获之后 我们这个树也基本上 长大行行 徐老师介绍说 波罗蜜幼树期管理的好坏 对结果期高产文产 有很大影响 所以前期就要重视管理 一丝一毫的细节 合理标准的风产树形 是幼树培育的重点 波罗蜜的风产树形 是开心形 主干高 在1.3到1.5米 有3到5个分布均匀的组织 分支角度约 60到70度 每个组织上 留2到3个侧枝 因为波罗蜜的开花结果 与众不同 果实都生长在 这些粗壮的枝条上 主枝和侧枝 也就是结果枝了 徐老师说 从定植到树形培育成形 需要三年时间 这样的树形 将要怎样培育起来呢 先从定植后 第一年的管理说起 这一年 为了扩大树冠 施用养分含量较高的复合肥 每株 施氮磷钾比例为 15比15比15的 三元复合肥 50到60克 施肥 以少量多次为原则 一年施三次肥 在春夏秋三个季节 各施一次 施肥后结合浇水 促进肥料的吸收 波罗蜜树生长很快 定植不到一年时间 就从小树苗 不知不觉 长到两米左右的高度 徐老师说 达到这样的高度 就要定干了 定干 是当年很重要的环节 可以结合修剪进行 定干这个要求 我们就必须要考虑到 这个骨干肌尽可能的平衡 粗壮 以后有利高散优质 考虑到操作的方便性 所以确定到一米三到一米五 这个高度 留结果肌 在一米三肌下的这些肌条 修掉 在一米五以上打顶 保持五条 比较减瘦的 在同一个平面上 的肌条 以后有利于结果肌的生长 同时还要考虑到分布的均匀 四个方向都要有枝条 这次选流的枝条 就是主枝了 看看这些经过修剪的小树们 生命力旺盛 枝叶旺长 第二年至三年幼树 树形培育仍是重点 徐老师说 波罗蜜树是热带果树 顶端优势特别强 要不断地修剪 打断优势 控制树体 在第二年的五到六月份 进行修剪 这个树已经是定制了两年 目前从这树 这树树看起来 就是说中间这个比较极力 我们必须剂掉这个 中间这个 保持这四条 四个方向的这条 给它均红的心长 所以我们第一步 先剂掉这个中间这条 剂掉之后 我们再修掉树干上面的 嫩芽嫩基 在主枝上 五十到八十厘米处短节 促进生长侧枝 最终 在每个主枝上 选留二到三个生长角度较好的枝条 培育为侧枝 主枝和侧枝都可作为结果枝 第三年 还要将树体主枝上 侧枝上的 细弱枝 密集枝 过旺枝 下垂枝 剪除 还有一种枝条 它很粗壮 并且直立向上生长 当地人俗称它为霸王枝 这种枝条长势很旺 会消耗大量的养分 严重影响树体的营养分配 对于这种枝条 千万不能手软 必须剪除 俗话说 人靠饭饱 田靠肥料 植株有没有肥力供应生长 关键在于巧施肥 定植后第二年至第三年的幼树 要把好施肥观 在春季夏季 各追施一次复合肥 第二年 每株施蛋鳞甲比例为 15比15比15的 三元复合肥 100克左右 第三年 增加到每株施120克左右 在秋季 还要施一次农家肥 大家都说 粪是农家宝 庄稼离它 长不好 农家有机肥 就是一宝 施肥时 肥料要逐层施入 将树叶 杂草等 放在最底层 树叶也是天然的肥料 再施入有机肥 第二年与第三年 都是每棵树 施入5000克左右 农家有机肥的营养元素 更为全面 为开花挂果 储备营养 打好基础 经过三年的精心培育 波罗蜜幼树 出掌成 笔直的树干 粗壮的枝条 油亮的叶片 它们似乎在养精蓄锐 蓄势待发 准备跨入成年时代 第四年开始 波罗蜜树 就进入成年树管理阶段 这也是果农们 不断耕耘 波罗蜜树 不断成长 不断收获的时期 琼瓶一号 波罗蜜的最大优势 就在于 一年四季 都可以开花结果 但是 有两个主要的 开花结果期 第一次开花期 是在二到三月 于六月前后 采摘第一批果 第二次开花期 在七月前后 采收期是 十到十一月 从开花到采收 需要四个月左右的时间 因为它四季开花的特性 不集中的花果 果农可以根据需要 灵活进行 留花留果 接下来 我们以一个 开花结果周期 来为朋友们 详细介绍 波罗蜜开花结果期的 关键管理措施 在每年一到二月 施醋花肥 开钩施入磷甲肥 磷肥施入一千克 甲肥零点五千克 以促进花芽的形成 也有利于作果 在这样充足的肥料养分 充足的光照 树式生长 树式生长良好的综合因素下 组织和侧枝上的花芽 会很快萌发和抽出 到了二到三月 波罗蜜花絮渐渐长成 看树上多得数不清的花絮 是不是就意味着之后的果 也就多了呢 南海农场的张泰东农医师 告诉我们千万不能贪心了 波罗蜜树只要 营养松足 养分高 那么满树都是花芽 所以我们要把有效的养分 集中起来 让那些有效的花芽生长发育 那么多一些的花芽 我们要把它修掉 第一个是把树生长的花芽 树掉 张老师说 树的主干上是不留花絮的 要把它们统统输掉 第二步 要把结果之上的生长过蜜的 病害的输掉 波罗蜜花主要通过 蜂莓和虫莓受粉 它们受粉成功了 熊花絮就会发黑枯萎 完成光荣的使命 雌花絮就会长成果实 波罗蜜花经过受粉做果 一到二个月后 长势良好 有的一棵树结了几十个果 有的枝干上生长的果实 有大有小 这满堂堂的果实 张太东却剪掉了一大部分 这是为什么呢 他告诉我们 波罗蜜受粉做果率高 挂果量多 在生产中 常采取蔬果 来确保果实的产量和质量 按什么标准书呢 你看这个树结的多 大果小果中果都有 一般我们只能三到四个 这个这条 结三个果 那么我们只能留一个 把多余的不健康的 花育不传的把它剪掉 第二个我们把这个 习心果花育也不好地剪掉 一般是从果实 有拳头大小开始输果 以果实合理分布 一个枝留一个果 必于果实生长为原则 保留果形端正 壮大 着生在主枝或侧枝上的 健壮果实 按树体适量留果 一般情况下 投产第一年 一棵树留一到两个 第二年 留三到四个 随着树林增大 生长是旺盛 留果量可以逐年递增 波罗蜜果堪称为巨无霸 它们在果实发育期 需要积蓄更多的养分 满足果实 继续疯狂地成长 在四到五月份 要及时施壮果肥 每株施甲肥一千克 增施甲肥有利于果实糖分的积累 再施淡磷甲比例为 15比15比15的三元复合肥 两千克 以利于促进果实迅速膨大 提高品质 在六月份上旬 果农们盼望的好日子 已悄然来临 这一年的第一批波罗蜜果实 就陆陆续续可以采收了 掌饰喜人的波罗蜜果实 沉淡淡地挂在枝干上 采收有哪些标准呢 当地人总结了一个口诀 一看 二文 三拍 一看 看什么 先看波罗蜜果的 表皮六角形的柳状凸起 没有成熟的会很尖锐 达到九成熟的 表面凸起变得平滑 再看 果皮颜色是否有些变黄 最后看果饼 离波罗蜜最近的那一片叶子 如果变成黄色 说明果实已经达到了九成熟 二文 文什么 波罗蜜接近成熟的时候 会散发出浓郁的香气 三拍 拍什么 就像拍西瓜一样 声音很清脆的就是没有成熟 发出低酌声音的就是九成熟了 这几个小方法都可以判断 波罗蜜的成熟度 达到这样的标准 都可以采摘了 采摘时 需要两人配合 一人用镰刀砍断果饼 一人接住果实 采收的喜悦 印在果农们的脸上 这源源不断的收获 让大家都尝到了甜头 在收购据点 收购商们络绎不绝 下雨天也不会阻碍他们高涨的采购热情 果农们就这样勤勤恳恳地耕耘着 波罗蜜树就这样周而复始地生长着 消费者们就这样幸福满满地品尝着 波罗蜜混搭各式美味佳肴 可入汤 可做菜 可鲜食 可治果腐 丰富多彩 乌华八门的吃法 也将打开我们对于波罗蜜的认知之门 也希望这个新兴的波罗蜜产业 创造出更多的精彩 好了观众朋友 本期的农广天地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 官方网站进行查询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